What can we say? 有出行打算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今天的视频内容 那就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视频吧 首先呢就是我身上这一套 这个外套呢是我最近刚在Mango买的 我觉得它是非常符合我今年秋冬喜好的一个单品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版型呢是一个比较宽松一点的 比较扩型一点 然后是一个短款 我在上一个21年秋冬的流行趋势的视频里也给大家说过 像今年秋冬呢这样短款的夹克外套会是一个趋势 然后它下面的这个地方有做一个收口 就是这一方是有那种松紧的 然后就可以很好的修饰你的身材比例 然后包括袖口这边它也是有收紧的 我就觉得不会显得人非常的拖 它没有精神 然后它的颜色呢是那种米色 还有绿色还有棕色的一个拼接格纹 前面是这种暗扣的设计 然后胸前两个大的口袋就比较工装风一点 然后领口这边你可以把它全部扣上 那扣上就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它就还蛮帅气的 等到更冷的时候你外面还可以套一个风衣或者一个大衣之类的 然后里面就是这样搭配了一个很基本款的小背心 大家也可以穿T恤或者是再冷一点穿那种高领一点的打底衫毛衣都是OK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把领口这边翻出来它会露出来里面的这个绿色就还挺好看的 它的材质呢也是属于那种非常非常柔软 就感觉像那种织得很密的棉 超级柔软的 然后下面搭配的呢就是一条Frankey Shop的裤子 这是我上个月买的 它是一个这种白色和浅绿色的泥料 我觉得这个碰撞还是挺巧妙的 因为它本身的裤型是比较偏阔腿 裤那种比较直筒一点的 然后加上这种比较精致女人一点的泥料呢 它就会有一个风格上的碰撞 我搭上裤子也主要是因为它的颜色有一个浅绿色 就跟上衣是一个很好的呼应 我之前还搭这个裤子搭过一个无袖的上衣 也是一个绿色的 我觉得像这样上下颜色有呼应 你穿搭的整体性就会非常高 那下面一套几乎是我最近每天都在穿的一套 就是一个非常基本款的卫衣配上一个短裙 那到了夏末秋初的这种时候 是最好进行这样乱搭配的时候 像这种长袖的上衣配上短裤或者短裙 在这个时候穿是再合理不过的 那这条短裙呢是我最近在Mango新买的 我也是看到Savvy的视频就一下子被种草 这个呢它其实是一个裙裤 是以米色为底色 然后上面有一点黑色的花纹 我觉得远看还挺像豹纹 然后上面我就搭配了一个acny的黑色卫衣 这件衣服应该穿了有好多年了 我搭黑色也是因为它下面这个斑点是黑色的嘛 所以也是有一个呼应 然后下面呢我是搭配了一个vance 然后穿上一个黑色的袜子 我觉得这整个一套呢就是那种比较年轻有活力的感觉 穿上这一套我自己都有一种变年轻了 然后马上该板校开学的感觉 如果你在的地方还比较暖和 还可以穿短裙的话 我真的超级建议你去尝试一下这种穿法 那与此相似的一个搭配思路呢 就是穿一个这样的长袖外套 然后配这个短裙 那我这里就搭了一个像这样深色的牛仔外套 那你也可以翻翻自己的衣橱 像西服外套或者是风衣外套都可以这样搭配 然后因为这个裙子上面不是有一个类似于动物纹路的设计吗 所以说我包包就搭配了by far的这一只ember 我觉得搭上就跟裙子有一个里外的呼应 然后下面再搭配一双Gani的长靴 那你整身的look就非常完整 那关于这种牛仔长靴呢 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不是日常 或者说觉得没有时候穿 那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候 你穿短裙 然后光着腿的时候穿它是一种感觉 然后等到你稍微再冷一点 穿那种直筒裤 然后把裤子塞进这个靴筒里 又是一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这个靴子 其实在秋天是很好搭配的一个单品 那我现在里边都没有变 我就换了一个外套 这个外套是可能更有秋冬感一点 颜色跟这个裙子也很搭 都是属于那种米色系棕色系的 你可以就像这样敞开穿 然后下面配上这个Gani的长靴 或者呢你也可以把这个地方扣起来 就比如说我拿一个腰带 把这边 那像这样拿一个腰带 把这边竖起来 那它就可以突出一下你的腰线 显得个子更加挺拔一点 这也是穿长靴的一个思路 就是假如说你有那种 比较宽大一点的毛衣 或者说中长可能外套 你都可以在腰间系一个腰带 然后下面配上长靴 很有秋日氛围感的一身 那下面一套呢 也是一个比较偏休闲一点的感觉 上一个是我最近新买的一个卫衣 它来自于一个比较小重点的牌子 叫做Scotch & Soda 也是我最近才发现的一个牌子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种 比较偏乳白色一点的卫衣 然后版型也是比较宽松一点 我之前买的稍微有点大嘛 是中号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很可爱的logo 然后重点是它背后 因为我艺术里面一直都没有这样一件乳白色的卫衣 所以就觉得这一件还挺特别的 然后我买回来之后发现这个上衣真的太好搭了 就是你下边搭配这个短裙也好 或者说搭配就是我以前在Brandy买的一条这样的格纹裤也好 因为它也是个绿色的嘛 然后我这个logo这边不是也有个绿色吗 包括就是后边也是个绿色 所以就还是想说搭一个绿色的裤子可能会比较搭一点 搭这个裤子呢就是一个比较美式复古一点的感觉 然后我最近买了一条新的裤子 就是UO的这一条 它是一个这种有点像针织 然后棉的面料的 就是它穿在身上是比较贴合你腿部的线条 版型呢也是比较直筒 然后下面会稍微有一点点喇叭 这个裤子的风格就特别像我之前给大家说过的Paloma Wall这个牌子 非常复古的这种设计 其实我之前很抗拒穿这种就非常贴身 面料很柔软 就感觉会暴露你腿部的所有缺点那种裤子 但是我今年尝试了之后 我觉得它确实是可以帮你塑造出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风格 可以让你的穿搭更加有趣味性 而且其实你下面如果穿一个稍微带一点点跟的鞋 比如说那种厚底的马丁靴或者是乐福鞋 它是可以把你的身材修饰的非常修长的 对所以大家就是不要去惧怕这种裤子 你可以去试试看 说不定就非常适合自己 OK那以上就是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仲藏哪一件单品并不是目的 更重要的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些穿搭的灵感和思路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 如果你想继续看我的视频 欢迎点击下方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